今天要介紹的主角 法拉利F12 法拉利最大顆的引擎 V12的咆哮聲 V12真的是不一樣 我不知道該不該講實話 怎麼輸 怎麼輸大牛這麼多 哇哇哇哇 錩錩錩 歡迎收看超拍人生 我是主持人超哥 在我身後這一台是法拉利F12 也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主角 6300cc 740匹馬力 0-100 3.4 秒 那它也是法拉利上一代的 純種GT跑車 抽獎嗎? 真的嗎?剛剛才聽到的 你看 跟大牛一樣都是V12 那大牛是6500 它是6300 它等於是法拉利自然進氣裡面 最大顆最大顆的引擎 之後法拉利從488開始 全面渦輪化 那究竟F12有什麼樣的魅力 聽說它在美國居然長架了 那就讓我們來為大家揭開 拜拜 那今天一樣請我們的老朋友吉田哥 來超哥好 各位觀眾好 來為大家介紹一下這一台超級好車 要先解釋一下 為什麼今天車子停得這麼規矩 今天這裡天氣很好 所以很多愛車人士都選擇來這邊拍外景 我們自然要為大家留一點空間 挺好把地方分一些給人家 不然我們被趕了 不然要怎麼辦 對不對要提亮我們好不好 我也很想停這樣子給大家看最漂亮的畫面 攝影師有替超粉骨更好角度 那吉田哥來介紹一下 這一台很漂亮的法拉利 連續一下剛剛超哥有稍微介紹 超哥是法拉利等於是最大顆的V12的引擎 對 像我這一台當時新車選配到14年差不多2000萬 2000萬 這個車隨便一買大概都是破2000萬了 對啊 這等於算是純種很舒適的法拉利集體跑車 對 那我這一台跟一般F12比較特別是說 這台有改TDF的外套件 那這TDF套件如果你是在國外 你買直接是改裝好的 大概要3500萬 來台灣要3500萬 所以這個車等於是接近是 藍寶鮮尼大牛的等級 因為跟大家解釋一下 458 488算是法拉利入門的超跑 因為正常超跑都是中置引擎 對 後輪驅動 那因為它引擎太大顆 所以它把它放在前置引擎 然後同樣維持在後輪驅動 然後它後面就會有多一個空間 因為它後面這個地方 像我的488是放引擎的嘛 這裡就沒有引擎 所以它改到前面以後 這裡自然會有比較大的空間 所以它的設定其實算是 兼顧日常實用性的大型GT跑車 而且內裝跟458 488又不一樣 感覺會比較奢華 對 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內裝漂亮 感覺就很不一樣了 對不對 這內裝真的漂亮 對確實喔 而且2014年當時的新車價 將近2000出頭 有選超轉燈 抬頭停舉到車前引 秤座的空間是很大的 對 老外那種2米的2公尺的做都OK 其實很多法拉利車主 不見得會選到這種 它等於是電動全選 對 對不對 很多算是半自動的 大家不要懷疑 那些東西都要錢 這非常貴的 你不要以為法拉利會標配給你 法拉利連這一個正常都是要選配 對 國外都要選配 只是台灣蒙地拿把它列為標配 對 但是其實它的售價已經加在裡面 所以你很難想像開法拉利 前後是用拉桿的對不對 不要懷疑 下次我找一台陽春版的法拉利給你看 我現在請吉典哥讓我們聽聽看法拉利 最大顆的引擎 V12的咆哮聲 V12真的是不一樣 我不知道該不該講實話 怎麼輸大牛這麼多 大牛是鬼哭神 因為它有可能敗速稍微久了 等一下在路上就不一樣了 有可能 但跟488比還是有差喔 有啦有啦 488的聲浪比它小很多 488是V8然後雙渦輪增壓 渦輪引擎它的怠速其實聲音很小 但是不得不說488是一台非常非常好的車 而且它低速的時候 我就說它很像Toyota 開起來沒什麼聲音 可是你過4000轉5000轉 你速度70 80公里 你油門踩深一點的時候 它還是會給你法拉利的咆哮 但它所謂的咆哮當然跟這種 天生就是大CC數大排氣量的自然進氣引擎 當然還是會有差 所以為什麼488渦輪化以後 大家都明白是個趨勢 可是458自然進氣的引擎 還是非常受到追捧跟歡迎 因為大家都知道以後法拉利 渦輪化渦輪定能 基本上不管是大牛也好 小牛也好 F12也好 以後的車廠的趨勢 都不會再有大排氣量的引擎了 你就知道這種車 將來真的是絕響 像我有一個ABC的客人 從美國回來 大概就打算要跟我們併這台 他就在美國這個當地都漲價 因為這V12以後沒有啦 這東西是不會生產的東西 你就價格就頂住了 再慢慢漲就是這樣 等一下就帶超科去繞一圈 好 體驗一下F12的威力 還有它的聲浪 但是它剛開始可能 停在這邊太久了 它的聲浪讓我有點小小失望 但沒有關係 我相信它會洗刷 它會冥 這個車在路上開 真的要非常小心啦 真的扭力太大 因為它的扭力太大 比方說紅燈右轉 你只要起步油門 尾巴就出去了 OK啦 甩尾你還有經驗啊 我是給周哥載很有經驗 我上利寶賽道的時候 我大概是從頭慘叫到尾你知道嗎 好 開一個角度 換一次 然後打到紅色的嗎 還在滑 還在滑 我相信吉田哥不會那麼慘的 好 就讓我們出去入試 OK 抽牌 這個車的時候真的還真的滿舒服的 對啊 然後它內裝的質感 這個縫線 然後後面的置物平台 而且我們兩個坐的位置是非常非常的靠後 你看我的腳前面有多少位置 對啊對啊 你看我的腳 我跟你講我伸長的腳都差一點弄不到前面 你看我170公分啊 而且 對啊 老外那種 你看我退到最後我170公分 我腿伸到最長 還頂不到最前面 我要踮腳一肩才有辦法 開這台滿適合去參加party的啦 對 參加一些聚會 對不對 很舒服的 法拉利的外型 然後GTE跑車 然後很寬敞的空間 對 開到五星級飯店 喝個下午茶 你們很酷 對 然後就是要開這一種 嗚嗚嗚嗚嗚嗚온à 嗚嗚嗚嗚嗚嗚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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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喔 噢 噢 噢 这个真的很猛 整个实情 它这个V12的引擎的声音 跟那种波轮的声音是真的完全不同 对 再大一点就在讨笑成 对啊 所以如果再加一个运动化的排气管的话 对 没有错 再改鞋子可能不得了 对啊 这如果在改鞋子管的时候 一定是很强悍 很震撼的声音啊 做这个节目给大家看说真的真不容易 我也不容易 吉田哥也不容易 很热 很热 你看我们两个在太阳下缩学逗唱 介绍这个车你知道外面可能快40度 我们做这个节目都是为了呈现最好的效果 然后摄影师在前面 骑着摩托车然后拿着摄影机这样子照 外面都40度的天气 基本上坐在那个坐垫上连淡淡都熟了 那应该都叛熟了 所以说真的跟大家聊一下就是 做这些事情其实真的都很辛苦 那我希望我的努力大家能看见 网络上有很多酸民 有很多不恰当的言论 我觉得应该要彼此尊重更多一点 彼此体谅更多一点 因为最近发生我女儿的事情 所以我会觉得心里有很多感触啦 我每天在修片这些片子的品质 而且我非常尊重我的合作伙伴 每一支片子我都先传给他们看 对 确实哦 然后我还跟他讲 也是半夜30点传来勒 对 半夜30-4点 我都没你够的 半夜起来上车 总是只是超哥竟然传给我 对 这简直 都是制作人害的啦 因为他们都半夜在修片 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可以日更 你看这样的频率 那我希望我透过我的人脉 请吉田哥这样的大佬级的人物 说真的啦 人家有他自己的人生 干嘛没事让他开车出来 对不对 然后在那边耍一个下午 还给你们闲 那我觉得大家互相尊重啦 好 今天总归很谢谢吉田哥在百忙之中抽空 对 很乐意 很开心 再请吉田哥一直开好车 来跟我们分享 没问题 只要大家喜欢看 听说吉田哥那边还有一台台台湾 蛮少见的宾利休旅车啦 有兴趣 下一次我再请吉田哥开来跟我们 他只要手上有什么好车 我就请他开来跟大家分享 谢谢 喜欢我的节目 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操吧